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 它位于怀俄明州 蒙大拉州和爱德河州的交界处 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国家公园之一 它因独特的地质奇观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 地热之源 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 2023年的9月我们用6天的时间 从湾区出发 坐飞机飞达沿浮城 租车自驾 再次对黄石国家公园及周边进行了一次美妙的深度游玩 我们再次被它的美景所震撼 我们希望我们的镜头能留下所有的美景和美好的回忆 并把它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随着我们的镜头来一起游玩 现在是9月9号的清晨 我们游玩黄石公园的第二天 由于昨天进黄石西大门的车特别多 我们的车呢 又是开在靠左边的线路上 所以没有跟黄石公园的这个标志合影 我们今天首先跟这个标志合影打卡系列 今天我们将沿着这个黄石西大门进去后 直接往上开到这个东北方向的上方 我们将游玩黄石大峡谷和它周边的瀑布 下午我们将开回Lorris喷泉盆地游玩 然后再回西黄石小镇 清晨雾蒙蒙的黄石国家公园 天上挂着即将穿透云层的太阳 道路两侧热泉泛起的真真热气 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现在我们的海拔大概是2300米 有一条小溪在这边 在我的左手边 这边有个景点 好大的水汽 你看这个从这里面走进去 你看看那流啊 多 你看 就是这些泉发 你看那里 滚的 雾已经没了 这一边 晴空万里了 看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大自然就是出来了 你这么神奇 看毛路中间有个背审 对呀 三个牛股里边的 对呀 长一长相 马路这边一个 又在这里自由自在地走着 真悠闲啊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停靠点呢 是从这个上面往下看 说这下面是黄石公园的心脏部位 不过好像看不出什么 我们现在来到了那个黄石北边的第二个停车点 现在是十点半 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二个停车的是 Blinking of the low foot 就是这个blinking这个低的这个瀑布 这里有一个徒步小径 我们准备先下这个徒步小径去看一下这个瀑布 现在我们就往那边走吧 下到这个底部 瀑布的底部去看 这里显示到这个底部是0.6公里加600英尺的落差 这边也有说 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了吗 这峡谷 你看那个 那里就有个瀑布 看 这应该是Blinking的上瀑布 给我们这里呢有一公里远 我们这现在下去呢是看下瀑布 那我们就把这个上瀑布拉近了来看一看吧 哇水好极哦 继续往下走去看下瀑布 这是枝字形的路向下延伸 旁边还有休息的小椅子 我们已经看到水了快到了 看观景台在那儿 有山有水就有瀑布 哇好清的水啊 过来 多美的夫妇啊 多美的夫妇啊 这边就是大峡谷 黄石大峡谷 说错了 应该说这个瀑布也是大峡谷的一部分 这是在下瀑布 这边看到的黄石大峡谷 黄石大峡谷在黄石国家公园90处观光景点中排名第一 黄石公园里黄石湖流出的河水 经过一段平缓的丘陵地带后 进入一段长约38公里的险峻峡谷 被称为黄石大峡谷 这里是黄石公园最壮丽最华美的景色之一 在这里湍急的河水浪花飞溅 形成两道壮丽的瀑布 轰鸣着泄入谷底 第一道瀑布就是我们先前看到的有33米高 这是上瀑布 第二个瀑布有92米高 称为下瀑布 就是我们现在这里 这里看这个瀑布 哇 这个水下来斜斜的一圈 在那边看的是直下来 不是 这个看好大是水 看到没有 你就 这样这个水你看不到它的厚度 觉得 我们现在从这个下瀑布上来了 到不同的观景台来看黄石大峡谷 这里原来有一条路 可以从这里吃出去 看到峡谷的两边 这里一定是这边黎石流 踏了一点房 所以这个路现在关闭了 大峡谷的牌子在这里 有800到1200尺 从1500到400的宽 它的长度是 大概有24米 哇 这边 这个有24英里长 这个大峡谷 这个边上的这些 有的还是继续在活动的 这是做无聊吗 这是做无聊吗 现在做树 这是做无聊 这是做虫子 现在来到了这个 艺术谷的这个 这个地方说是看这个黄石大峡谷和那个 下瀑布最好的地方 现在已经是在第五个 这边可以看到东西两边的大峡谷 这个是谁 绿的 哦 绿的 对的 说错了颜色 绿的真的是绿 这边还有一个观景台 这边的方向就是 靠近这个瀑布的方向 这得去拍这个 边境 这里还有一个小瀑布 像你看这个水和水之间有个小段台 看到没有 起步下来那里有个段圈 如果人家在下面的话 那里有个小堂子可以在那游泳了 如果成了一节一节的下来 这一节就是这个斜坡的这个颜色 好漂亮 有一点像彩绘山的那种颜色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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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个湖 这有个湖 这个湖要两英里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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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